新闻的热点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1月3号 现在是上午11点 我是贾志宏 一起来看这一时段的财经要闻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 为营造良好的互联网家教育育人环境 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引发 关于严禁有害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 要求开展全面排查 建立学习类APP进校园 备案审查制度 经约防止有害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 通知要求 立即开展全面排查 利用抄作业 搞题海 公布成绩排名等应试教育手段 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APP 要立即停止使用 退订相关业务 卸载APP 取消关注有关微信公众号 要采用多种方式提醒家长 慎重安装使用面向中小学生的APP 对于学习类APP 通知强调 未经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同意 教师不得随意向学生推荐使用任何APP 进入校园的学习类APP 不得向学生收费 或由学生支付相关费用 通知要求 要定期检查掌握APP内容变动和更新情况 发现有害信息要及时处置 对违规使用疏于管理 并造成不良影响的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和教师要严肃问责 2018年春季在苹果生长的盛花期 像甘肃 陕西 山西和河北这样的主产区 出现大面积的低温洞海天气 造成大幅减产 苹果收购价格随之大幅上涨 以直径80毫米的红富式苹果为例 全国的批发均价超过了4.6元 这样的价格也是近5年以来的高位 元旦过后春节临近 苹果价格走势又如何呢 侯仲峰是陕西省蔚南市白水县的果农 他告诉记者 2018年家里的16亩果园 一共收获近3万斤苹果 相比上一年减产了一半还多 不过令他欣慰的是 目前这些苹果全部卖了出去 而且价格是他种苹果 20多年来卖的最高价 据侯仲峰介绍 除了价格卖的高 卖的速度也是超过他想象 2018年10月初苹果采摘后 还没出地头就卖完了 而往年基本要到 下一年六七月份才能全部卖完 中国国品流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全国苹果产量 预计在3200万吨左右 相比2017年减产1000多万吨 产量的大幅下降 但来了价格高涨 2018年秋季 新果下树 收购价格就冲到高位 以直径在80毫米以上的 洪富式苹果为例 2018年10月份收购均价 在每斤4块钱以上 同比涨幅超过30% 到了2018年12月份 收购均价涨至 每斤4块3毛钱左右 气候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所以这样导致整个产量降低很多 那么今年以来就在价位高位 一直在波动就没有下来 持续的冰雪天气 给江西多地的农业生产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一些蔬菜基地的蔬菜大棚 被雪压垮 棚内的蔬菜和水果等能作物 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1月1号晚 江西西北部的休水县 再次出现大雪天气 受30号以来 连续两轮降雪影响 航口站平下蔬菜基地 30个蔬菜大棚被雪压垮 近百个钢架被压弯折断 雪太大了 薄膜都会压垮掉 把这棚都压垮掉 把薄膜掀了之后 这个就在全部都报废了 这个雪冻了几天 在江西张树市张家山街道 徐愣村蔬菜种植基地大棚内 黄林根正带领大家 对受灾的黄瓜苗等进行清除 黄林根种植了40多亩大棚蔬菜 长期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对各种蔬菜瓜果 造成不同程度减产 其中它种植的16亩黄瓜 损失最为严重 几乎绝收 这个大的棚还没有开始采灾 正好开始采灾 就长期地碰到这个天气 所以没有办法 据我的估计 这个黄瓜一块棚 最少要5万左右 总的我6块黄瓜棚 差不多要30万左右 这几天黄林根准备把受灾的黄瓜全部清除 改种草莓 空心菜等其他果蔬 力求最大程度挽回损失 除此之外 九江贡青城 宜春上高 都因长时间低温雨雪天气 导致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目前多地正在安排专人清理大棚上的积雪 加固蔬菜大棚 避免低温对蔬菜增长造成影响 楚雄的原谋县 是云南省重要的蔬菜产地 新年一时原谋的蔬菜市场 呈现出热闹的景象 蔬菜外销迎来了开门红 早上9点 满载2019年第一批蔬菜的货车 陆续启程运往全国各地 而这些大货车里满载的 不仅仅是蔬菜 更是新年的新希望 这车货是我2019年的第一车货 就是装的17吨多吧 预计后天早上的8 9点钟吧 就到郑州的万宝市场了 一大早 新华乡的蔬菜种植户常政祥 就早早来到了蔬菜交易市场 没过多久 他们家的200多公斤焚果番茄就卖完了 而且价格也很好 比今年很多了 现在是快多19些家 今年都是买了3块钱 3块钱是10块 作为全国文明的冬枣蔬菜之乡 原谋献近年来结合暖冬资源优势 不断发展壮大蔬菜外销产业 截至2019年1月1日 全县累计发送蔬菜1万多车 农民卖菜收入达到9亿元 我希望蔬菜价格越来越好 菜能挣到钱 我们也能挣到钱 眼下辽宁大连市的设施草莓 到了大量上市的季节 除了传统的线下市场 今年各草莓产区 建筑电商平台 积极拓展线上的销售渠道 品质好的大连草莓 远销全国各地 在庄和市长领镇双胜村 村民吉岩群家的大棚草莓 已经大面积成熟 高峰期间 一天可以采摘150斤到200斤 现在电商能给到25 但是小贩收购在20 上下差价非常大 他给我们拓展了一个销售的渠道 把价格给提上来了 像我这个棚 由此从开始从现在开始卖 一直到来年的6月份 可以收入在10万元左右 在长领镇的电商服务中心 农户采摘的草莓 正被标准化分类包装 随后销往全国各地 近年 长领镇将草莓作为扶贫主导产业 全镇草莓种植规模达到3300多亩 去年 长领镇成立了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先后与京东 淘宝等电商平台合作 还在全国各地发展近40名微商销售草莓 现在我们已经接了有700多个订单 只发出去200单 所以说我们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 我们通过品质的标准化 通过品牌的区分化 然后把我们这个产品的负加值给提高 在利润空间我们全部让给了我们的农户 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 在2018年创造了金融危机后的首个拐点 最新的数据显示 2018年全澳的平均房价下跌约4.8% 有分析称 澳大利亚楼市已经入冬 并预计其2019年将会持续的疲弱 据住房研究机构1月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全澳平均房价下跌约4.8% 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降幅 最大的两大州府城市 占到全澳六成成交额和四成成交量的 悉尼和墨尔本 2018年房价分别下跌8.9%和7% 而与2017年的峰值相比 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分别下跌11.1%和7.2% 悉尼房价自峰值的跌幅超过30年前衰退期 从峰值到谷底9.6%的跌幅 另外12月全澳房屋拍卖清盘率 连续数周低于50% 这意味着成交量的低迷 也释放出明显的疲软信号 分信是指出 澳大利亚金融管理部门审慎监管局 收紧信贷的措施是此轮下跌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在2019年 融资难可能仍会是 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改善的最大障碍之一 还有分析称 海外买家的减少 贷款利率的提高 房屋供应量的增加 市场对房价继续下跌的担忧等因素 都对房价产生了下进压力 2019年的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 仍将继续疲软 经济学家认为 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此轮房地产市场下跌的负面影响 可能比金融危机时候更严重 德意志银行首席国际经济学家斯洛克 日前曾列出2019年 需要投资者注意的 30项全球市场风险清单 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房价的大跌 新视野号探测其一号 在太阳系边缘的科伊伯代 飞越了一个被称作 天涯海角的小型天体 这是人类飞行器 目前探索的最远的天体 由于新视野号的数据传输 限制地球上的科学家 最初看到的是比较模糊的图像 而随着更多的数据传回 科学家逐渐对它有了更多的了解 2号美国航空航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展示了天涯海角更为清晰的图像 基本搞清楚了这颗行星的形状 科学家也接触到了它第一张彩色照片 天涯海角是红色的 之前科学家曾经猜测 只有可能是两个小天体 现在已经可以明确 这是一个由两个小天体撞击结合而成的完整的天体 科学家认为天涯海角可能早在太阳系形成之初 就结合到了一起 天涯海角距太阳大约65亿公里 从新视野号传回的信号 需6个多小时才能抵达地球 而且因为新视野号传回地球的数据带宽很低 先传回的是低分辨率的图片 随后再逐步传回高分辨率的图片 以及其他数据 天涯海角位于太阳系边缘科伊伯代 这里被认为隐藏着大量冰冻岩石小天体 它们可能还完好保存着46亿年前 太阳系刚刚形成时的信息 此次飞跃是人类探测器 第一次近距离观测科伊伯代小天体 中国人民银行2号晚间发布消息 自2019年起决定将 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小型和微型企业 贷款考核标准 由单户受信小于500万元 调整为单户受信小于1000万元 人民银行表示 这有利于扩大普惠金融定向 降准优惠政策的覆盖面 引导金融机构更好的 满足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 使更多的小微企业受益 近日2号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获悉 近日查出一起 普洋米原料药企业 垄断行为案件 湖南尔康 河南九市两家涉案企业 被罚冒款